大家好,我是朝阳区南西园小区的居民 5月20号下午4点左右的时候呢 我们在居民群里接到了通知 要求我们小区的所有居民要在当天晚上 全部转移到酒店进行为期7天的集中隔离 接到通知之后呢 我也是立马让自己震惊了下来 然后开始收拾我这次集中隔离需要带的一些物品 我个人是在当天晚上8点的时候 就已经提着行李箱来到楼下排队 要配合社区进行一些登记上大巴车这样的一些流程 这里呢我也想提醒一下大家 如果是突然之间接到要集中隔离的通知的时候呢 我们也不用特别的着急慌乱 因为社区一定会为我们留出非常重组的时间 去收拾你的行李 然后去准备你的个人物品 然后这个时间呢 我们只需要把我们平时生活当中 需要必备的一些物品提前装好 到时候就直接等着通知下楼就可以了 然后下面给大家来看一下我的行李箱 装了什么 这次隔离我带了一个20寸的小行李箱 这边放的是电脑包 然后还有一些换洗的衣物 这边呢是放了一些我的日常的用品 这是一个遮阳帽 这个是一个便携式的浴巾 非常适合出门鞋带可以折叠起来 面积也比较小 然后这带了一个花露手 因为最近北京还是挺热的 可能会有一些蚊虫还是没用得到 然后其他就带了一包纸巾 一卷卫生纸 然后这个是一个指甲钳 然后我还带了一些这种酒精消毒棉片 然后这里是一个化妆包 带一些洗漱用品和化妆品 然后这里我还带了好几个口罩 当然酒店里也是给提供口罩的 所以这些暂时没有用上 这里我还带了一个插线板 这是一个手机支架 我觉得这个对于我来说还是蛮有用的 因为在房间里的时候难免会无聊 然后可以把这个支架放在任何的地方 然后也可以对着手机做一些健身这种运动 然后这边是带了一些沐浴的用品 我还带了一个烧水壶和一个保温杯 因为我每天都要喝热水 虽然酒店里也会给提供烧水壶 但是还是觉得用自己的东西更加干净卫生一些 非常庆幸的是我从家里还带了床单和枕巾 特别是对于一些非常爱干净的朋友 如果是集中隔离的话 最好还是在行李箱里来装上这些 以上就是我这次集中隔离带的一些个人物品 希望能够给大家一个参考 当然了我个人肯定是希望大家不要遇到像我这样的突发情况 因为肯定还是不希望因为疫情影响了我们的正常生活 当然了如果是真的不小心遇到的话 大家也不用慌乱 要相信我们的工作人员和医护人员 一定会为我们提供一个非常安全舒适的隔离环境